大家好,欢迎收看堅仔试习美丸,我是波仔 刚刚谷草九场野赛顺利完成 上一次在节目中提及到 赛前26匹马有试过习 他们成绩如何呢? 原来看起来得到3个win 4个第二 1个第三 即是有8匹马跑入三甲 而上一次在这个节目中 介绍了5匹马给大家参考 差点可以打个全旅打 虽然不是全部win了 我都想 红图新星 北海道 岳宝区 美丽第一 他们都派入三甲 是日中月赞表现差点 要多了检视一下这一只马 甚至乎这一个总市 来到香港的马匹的成绩都比较差 还有哪些马呢? 譬如有选择提示给大家的 座人及弟 电力骑士 还有一只没什么彩职的双赢 他们都可以进入三甲 去到季尾 就像上一次在节目中说 红图新星到季尾 一向是赛的加油集 去到还有几次赛事都拿去试习 是不是真的要讲及尾班车交代 还有 这次来到星期六的赛事 魔鬼赛程 10场的日马赛事 赛前有40匹马曾经试习 在介绍之前 有另一件事想赢给大家 好了 来到季尾的时间 我们做了一个 肩仔畅买 做了一个快线优惠 其实上一次节目已经开始了 现在你看到节目的 就是最后一个快线优惠日 有1加3个优惠 就是买两年年费的肩仔 加上平板电脑 上网数据卡 加上键盘 如果你是旧客户 想逐一日的话 逐双年费 本来要4988 现在4788 就可以拿了整套走 另外 如果你是新客户第一次 去接触我们的肩仔赛买业 本身要买双年费 加上平板电脑等等的东西 要5988 现在减200 就5788 如果你在看到节目的时间 不妨可以介绍你身边的朋友 去使用一下 事不宜迟 马上回到肩仔赛买一个界面 先来到第二场 跑泥地赛事 五班千二米 季内最后一场 又是 赛购马 埋门 再做多货加油杂 他就是连连胜利 看看六月十报 他试了什么 这货杂里面 有几匹马 都是側身赛少的 比如表之星豪 浸马之星 浸马之星 浸马之星都试得不错 之前都 彭月 以及世界藤王 他们有些未评分 可能给不到太多压力 但纯粹先看回这一匹的连连胜利 最外档的一匹 粉红色衣的 起步 最紧要顺利 又是 沿途望空竞跑 回到来 一起苛城 走势都相知离落 我觉得又是 去到季尾 加紧操练 还有这一匹的连连胜利 五月才复出 其实可能 比揭我刑 此消彼仗 你们跑到累了的时间 我刚刚才摊着 加上阿塞今年不是欠冠军 他不会逼得那些马 那么疲 所以可以放在潘顿上去 上一次继续跑得不错 继续在这个路程攻坚 可能真的要赶上尾班车 好了 进到直路的时间 虽然沿着我的白汗 但是这么热的时间 你和我内跑两夜都出汗 最重要 不要说太急 臨场看 沙远也是 因为出汗是正常的 不出汗的马 反而你可以说它是定的 但是有少少的汗濕也是正常 因为不出汗 分分钟会中暑 好了 说了两句之后 他都很轻松赢到这一组集 所以就抬下它 起步 入到直路换脚 回来都是一气可成 教导给大家 好了 接着到第四 第五场 第五场 就是有四号马 叫超平泛 这一只马 叫初出 初出上陣 其实都已经在香港里 试了四个集 试得不差 早前 5月24日 在重化1000米集里 举报新封 和外地已经懂得上名的仗义 试得好 然后再在重化的12米集里 稍微留住 飞出大外堂 那组集就和马朱鸿峰一起返回到终点 他就懂得追赢 好了 看看最后6月21日那一货的 泥地集 其实上一次都和大家看过这一货集 因为有些开心宝宝 君智盛 金袍活力 都有跑过 开心宝宝就是说 在这些组集里 试得比较好 看看超平凡 这一货集里跑得如何 起步是二档的 这一匹马 这一货集里加了一个面箍 他在神货里面 还是有多少崩茎 未算是最放松的 不过 这一组集 现在定了到最后三个位置 慢慢 前面跟着跟着 他就跟着比较顺 为什么选择他来看呢 就是 如果现在出了排位 在第五场的时间 有天天洒落会快的 海南堡也会快的 外面有些猎狐者敬 都是一些有前触的马匹 或者是黄饮欢声 假如 现在跟着在第四位那匹的超平凡 前面拉德松 他是懂得追的马匹 又是 去到季尾 可能赚一点体力 好像大将 双赢 都可能已经够用了 现在在内南里面 有只朗日雪峰很大 一直压着他来跑 好 然后他也有些反应交出来 不止一个阻子 是懂得追的 所以 如果 纵使他有点厚 但是如果拉得松 他留得顺的话 他是懂得追的 那可能会跑一直一直 因为你看到第五场的时间 猎狐者敬一石二鳥 太阳星 天威 他们的进度都是一般的 好像没什么马鞭的情况之下 这只超平凡 可能都已经要加入跑雷了 好 接着看完这一批 黎超星的马匹之后 接着到第六场 都是看黎扣马 就是6号马的胜意 简试集 又或者今次重叠排位的时间 当然抹起一些马 就抹不上当 但是都要告诉大家 他们都是试得不错的 在6月25日里面 这一货的黎地千二米集 几个马都要留意 神希良刚刚入到PACE 还有一个就是圣多多 圣多多也是有份 今次会上阵的 所以选择了这些货集给大家看 一只一档 一只八档 绿色三圣二是潘顿市 圣多多就是蔡明啸 上阵蔡明啸停赛 比较稀威心 蔡明啸不是停赛 比较稀威心 刚刚停赛 好了 绿色三八档的圣二 起步也挺顺利的 不过他不太够前速 慢慢拖回到尾的位置 好了 接着 内档的圣多多 起步也有点慢 现在就逐步在一叠里面 慢慢上前 这个圣多多 其实等了他出很久 一来转了马房 二来他出自超强组的五四八 大家去到五四八那一场 你又看了他有多强 不过这些功夫一二再 咳咳咳 第一 现在就排了一档 乃念他的阵上懂得追 近过 去到这些比较弱的场合里 就摆了第四悬 而这个圣二 现在在进展上来 尾四 直下又摔出外档 追得都不错 这一马 其实一二再 在阵上里面 那些的取位 不太过利落 上一次初跑了一千六 其实跑了三条 都亏了很多 他回来也能够进去 算是不错 这次又要收拾个十四档 又是局到最后来跑 是少了担心第六场 就不多快马 会比较慢步速 他会吃虧 还是里面塞了一堆 他在外叠会涌上来 这些东西真的要留给 潘顿和黎朝鲜 去搅拌一搭 和捅拌场地 会不会外面有得追 那赛前 又是先摆了第四悬 因为太过被动了 难道我跟你说 十四档 他还没试过 违反马性 又行不行 迫着都可能要拼 里面塞 外党充得顺 而上来 就是吃个momentum 所以就选了这一集 继续 是胜意试得好 真的要看看正常的发挥 好了 接着又去看潘顿的马 刚刚復出之后 就是停赛了 这次手马也挺强 这一集的饮杯 就在699长次去到集前 就是入集的时间 扭脚 退出了 曾经的确是割傷了 右前腿的管骨有伤口 可能停了十天 卖门又弄回货集 这个集里面 也有些马已经跑了 例如初恋跑得不错 连心星昨晚跑到第四 喝杯就排过大外档9档 还可以看到一档的延心星 这次也有份上阵 跑这个泥地赛 跑第四场 主角最外档的饮杯 虽然前空有些汗湿 但是又是起步很顺滑 接着两步就看到潘顿 一路坐后的身 沉沾眼 按着一个山头 足足足落下来 好了 而这只延心星 没有上次那么慢脚 可以摆回前面 也走 这次十档起步 它前一次在田草 快放回来 不太断 应该有些气粮 只不过上一次 偶尤为之那么慢 好了 进到直路 待会看看 进到直路的时间 这一只的饮杯 最终是如何 好了 飞快点按 现在在最后 在它前面 还有一只叫做 加州动员 还有那只叫做 智跑得 可以看看智跑得 智跑得 这个就加了一个面裤 马林里面吃了沙 再移进去追 有些走势 看看这个面裤 我们没有用 我们是用眼罩 灰灰地 色三个笔 骑下来 有些反应 所以特意选择 这组集给大家看 智跑得 喝杯和延心星 三只前中后 内中外 都是有些走势 所以我觉得大家 都可以留意一下 智跑得 未算很硬 但是似乎 配备可能会有些刺激感 看看这只可能是大冷脚 但是延心星 泥地草地 都看跑得好 喝杯 黑二上千四 登塔岛的指示 应该是对的 上一次千四 退出了 今次事而不捨再跑 我相信 喜事也有一定的想法 看完第九场 一对明星马 五号的耳箭上升 我想布文昨天也大杀四方 做了骑士王 来到季尾 但是他依然手执着 这只 我想他都是外拒之 两场都赢得很漂亮 看完这一只耳箭上升 他试试如何 6月28日里面 试了一颗千亿米杂 当骑士 看了都灵星球 也会有份上升 而这个耳箭上升 这个集中 就排着最大外档的十档起步 起步他不是最快 都是小心翼翼 不要有脈困到他 不要碰到他 一直正在外跌 高灵星球 现在就是放头那一只 那些步都是比较笨断 比较顺走 中间还有一只黄奸条 黄黑奸条 就是千亿米 弯位涌上来 好像是不错 但回来的灌注力就一般 好了 看回那只耳箭 太阳星 现在是个 尾四内档一叠那只 起步又慢了 回来又不厉害 暂时他也是三菱部队 没什么值得 没什么实质的理据 好了 看回那只耳箭上升 慢慢已经涌上来第三位 外面 绿色龙头那只 就是千里鱼飞 好似在歪小 进直路 一摆正堂态 摆对脚 回来 骑两步 然后就力弱了 而中间的橙色衣的 二战上升 骑下去 也没什么骑 顺势回来 后面有一只散光的红色衣 就是华美之威 暂时不用看着 太阳星骑下去 有点额头顶口 最麻烦的一只 都能声求他一些气量 顺走回来 不过不失 所以这组集 试得比较好的 依然是在意见上升 巴洛苗笔的指指 应该都是抛上来 千四都是验跑的 有这个千二不报 我相信 阿塞都有一定的想法 还有一只 就是安康曼里 即是强强对决 这只马 在6月25日里 和这几只 今次都有份跑的马仕集 譬如同场和顺 同德威 多利财区 都是有份试的 看看这三档 红白间挑衫的 就是安康曼里 同德威是二档 另外同场和顺 是九档 三九档这一对马 安康曼里和同场和顺 都是起步比较快的一对马 同场和顺最外当是蓝色衣 固有的前操 起步也是快 而中间安康曼里 红白间挑衫的 他也是快的 瞬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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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 这一只马上一次初跑千四 跟了快步速 回到来好像被大小智虎 比较快 因为安康曼里第一次跑千四 可能真的差尬两步 还要背着135磅 所以上一次他的赛绩也是很坚的 大小智虎再出赢了 一只已经有气量中业跑均速的马 给了他一些考验 这货集 够快脚 沿途走在外跌 回到来 都一贯 他当起是好 是合理的 在外跌的白臂梁蓝色衫 那一只同场和尚 他在功夫上有点凹 这里有点点担心 而且近几次 他就跑了些落雨地 地比较慢一点 会不会晒到眼光君 会有些影响呢 回到来 他就顺势走 没什么问题 是肯定在粗练上有些瑕疵 里面那只就是安康曼里 同德威又如何 中档19号仔 但是黄黄色衫红帽 起步他不太快 慢慢在马林里面追上来 又是 新成马 纯港状态 当然不太差 不过 你要插班三班 还要跑千四 面对着 这些比较强的 阳干勇士 美丽海豪 一定美丽 这些马 其实都考验比较大的 极其来 真的觉得他有些上升空间 都是摆配的 你说是否握胆的好对象 我觉得同德威就未必是 所以 到了第九场 阿康曼里和 以战常胜 都是一些比较硬正 置疾好的马匹 好了 一口气跟大家看过 七至八匹马 重点推介的就是 例如年年胜利 胜义 饮杯以战常胜 阿康曼里这几匹 边线的就是超平凡 原来很多都是潘顿的座骑 相信他的骑士王都会很热 报文威言之后 是否到潘顿呢 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好了 来到节目尾声的时间 再次多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在彩后的时间 先在YouTube看 其实就不是猫猫的 因为我们也想有些节目 一早已经放在APP里面 就可以给大家的观众去参考一下 建制卖买APP是免费下载的 第一、二场所有功能都可以使用 不良看盘率、看片、试集、看贴士 看所有数据都可以用得到 第三场有限度的供应 因为公司都有盈允收费 想知道更多日月年快 以及刚才所说的快闪优惠 以及年快商年快等等的优惠 所以怎样可以拿到平板电脑 就可以致电55361016去查询一下 如果研波仔说得不够清楚的话 就可以在片尾看了一些广告 因为可以有更长进 我们公司同时拍了一段影片 究竟坚者坐在一起 加上平板电脑是什么东东的 这一回事呢 千万不要走开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一集 坚仔试集美马 再和大家一起谈谈 拜拜 各位坚仔马迷 今天有个蝕着卖蝕着做的坚仔 买一送三计划 推介给大家 是帮你省钱的 商年费的优惠 加上很多东西 每个月只是250 肯定是最划算的 你第一个月交钱 就已经即时拿走我们的 荣耀X9平板 连蓝牙键盘 还送你一张全年的数据卡 任用 三个东西加上 总值是2500元 你现在只需要用十分一的价钱 即是每个月250元 就可以拿完所有东西回家 还不是最划算的 还有两年的肩仔 让你任玩任用 每个赛日临场 你可以用大手升跌和云数据看大户飞 还有 帮你准确预测的马平贴士 预测考法 当然不少得 可以掌握到每一场大数据的统计资料 和牵料秘笔 两年内 这些东西全部通通用到 每个月我再说一次 是250元 这么好处 真是假的 那买东西当然要选个底 我们真是蝕着做 这次一定是最底 其实我们也是想大家用好一点 有部更高阶的平板 有更好的刨骂体验 享受肩仔 享受赛马 这部的X9平板 还有11.5寸的2K高清屏幕 除了可以带给你超流畅的肩仔体验之外 平时用来打机看片都很棒 连上荣耀蓝牙智慧键盘方便攜带 一个键就连接 去到哪里都能用得到 那你说 在街上没有WiFi 能不能用到 回大陆 没有网络 又能不能用到 我说明去哪里都没问题 当然帮你想起来 你将我们送给你那张中港数据卡 入到平板上 去旅行 回大陆消费 完完全全不受影响 是不是很吸引呢 有兴趣的 快点WhatsApp 或者打来 55361016 买回报 了